嗨 大家好 我是艾莉莎莎 今天呢 我們來到那個東京的迪士尼樂園 因為我其實已經來過東京迪士尼大概三次了 但是呢 我從來沒有住過迪士尼的飯店 這一次呢 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來住迪士尼的Hotel 而且就是官方的那一間大城堡 對 然後那一間超級超級難訂 大概要半年前就先訂 而且 好像你要有日本認識的人才能訂 因為它這些票啊 什麼的都只是日本 只能寄到你日本的住所裡面 所以這個是我拜託我表妹幫我訂的 然後我們訂的飯店 一天的價錢就是 20萬日圓 所以現在呢 就要帶大家去看看我們的飯店 20萬日圓的台幣多少 20萬日圓等於台幣大概 5千塊 5萬塊 但它這個價錢呢 就是它是一個 Vocation Package 就是它裡面有包括兩天的遊樂園券 然後一天可以玩迪士尼街 然後一天可以玩迪士尼街 一開始在樂園門口的時候 這個券就可以跟它換到 然後你買這個套票的時候呢 它裡面都會附很多很多的券 像是那個秀的卷 有一些設施也可以直接進場 不用排隊 就是你可以把這些一張一張都撕下來 然後就塞到這個掛繩的後面 反正我們現在呢 就要去Check-in了 好 走 走 到了 欸 它大廳超美的 很難到爆 這裡要找Check-in的地方超難走 我現在要去做什麼Long去 不好意思 Check-in是這裡嗎? 喔 部屋太多了 有約會在Kongshiru room裡提到嗎? 對 謝謝 謝謝 現在可以Check-in嗎? 可以了 但是 部屋進入的是 午後4時 有約會在Kongshiru room裡提到嗎? 對 請等下 他說現在我們坐一下 然後等一下要給我們房間鑰匙 我還跟他解釋 因為我們的房型叫做Kongshiru 有管家的 所以我們的房間是比較高級的 然後比較高級的房型 它可以用這個Hotel裡面 現在有一個私人的Launch bar 所以我們的Check-in也是跟一般不一樣 一般是在大Lobby Check-in 那我們都不用排隊 直接進來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的那個Launch全部的食物都可以吃 反正我們的這個Vocation Package 金額是20萬200日元 然後裡面會附4張 就是兩個人兩天的入園票 然後還有很多Show的券 總共有6個 紀念品的交換 2個 免費飲料 2杯 掛繩 2個 8張 遊樂設施的券 最後這個是那個爆米花 也有一個爆米花 然後我們住的房間就是這個 Kongshiru room Deluxe room Parkview 就是真的可以看園區的 然後是住在3到6樓之間的 Check-in的時候他也給我們一張這個 就是它是電車票 然後這兩天住宿期間呢 全部都可以搭 所以呢 我們剛剛Check-in完 可是我們現在還不能Room Tour 因為他要4點半的時候呢 才可以去入住 所以現在的策略 是 請說 好 就是呢 我們要先去 DISNELAND 就先去玩 先去拍照 然後等到4點半的時候 我們回來 看一下Room Tour 順便喝了酒 哦 好 因為呢 DISNELAND 裡面是不能喝酒 那他為什麼飯店還可以別人喝酒 就只有飯店可以 Hotel在這裡 一過來就有Disney的入圖耶 可以直接入園了耶 一進園就要來戴頭戴 那我要這個 那我要這個 我買的是敏尼的 敏尼啊 對啊 敏尼是誰 敏尼就是這個啊 我們終於找到午餐可以吃了 然後那我們吃午餐的地方 就是在有一個叫做明日世界的地方 然後後面就可以看到塘寶耶 它以前的塘寶好像都有敏尼的圖案 可是它現在可能都沒有 變成那個杯麵人的圖案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杯麵人 它的雞塊是米奇的形狀的 好可愛喔 雞塊就是蠻難吃的 就是跟小餐店的一樣 它裡面還加了那種味噌醬 超鹹 耶 現在的時間是4點39 我們已經玩一圈回來了 有玩到嗎 沒有 什麼都沒玩到 什麼東西都要排隊排很久 然後等一下Room Tour了之後 再出來玩 好 回皇宮 OK Princess 怎樣 皇宮裡有怪東西喔 哇 我們那是5 5 5 這跟我們昨天住的飯店那個大小差太多了 超空超空 進來進來進來 而且行李已經幫你放好了耶 對啊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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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大的 哇 還有個鋼琴在這裡耶 5G的鋼琴 又是兩張不能幹嘛的床 現在呢 進到我們的房間了 外面一開始那個玄關就超級淡 然後門進來呢 右手邊這邊是我們的衣櫃 我們全部的衣服之類的都可以放在這裡 Mickey Mouse的拖鞋 你要嗎 當然要啊 其實就沒什麼 就是一般的拖鞋 然後上面有印一個Mickey Mouse 沒什麼特別的齁 好 來看看這一邊是什麼 我看到了 是浴袍 有Mickey Mouse嗎 沒有 沒有 好 就是一個非常一般的浴 沒有很稀奇嗎 假如說我花了5萬元 我希望全部到Mickey Mouse 我就會覺得值得了 腿很失望 腿失望 我們還是要講一下它的優點嘛 對不對 就是我覺得很棒的東西就是 看它一開始 把那個室外跟室內的空間 分成兩個部分 這樣子我們全部行李都可以丟在這裡 然後這樣裡面看起來 就會非常非常的整齊 然後外面可能到時候 就會直接都爬開爬開爬開 官方的迪士尼飯店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你看它後面這個地方 就是會有 米奇的畫在這裡 然後現在有很多不同主題的房間 像是有美女與野獸的 愛麗絲夢遊仙境之類的 可是呢 我自己就是最喜歡那個米奇的 它的那個圖啊 就是一個米奇跟米妮在喝下午茶 然後旁邊呢 還有長喜奇跟弟弟 上面還有布魯托 好可愛喔 而且你看這個床喔 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迪士尼的城堡 然後旁邊還有這個小鳥 欸這個是 菜底啊 我哪知道那個鳥是什麼 我連奇奇跟弟弟 我都不知道是誰了好不好 奇跟弟弟就是他 怎麼可以啊 不知道奇奇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的這個房間 因為它是比較高價的嘛 所以第一是它的空間非常的大 我們的這個床也是高級的床 然後其他房間的好像是普通的床 而且我發現啊 它全部的那個花紋上面 都有長米奇 你看像是這裡 這個是不是米奇 然後這裡沒有米奇沒有米奇沒有米奇 欸 又有米奇 地板上全是剛剛那個鳥 那個催地 那不是催地 然後呢 我們的Hotel 選的是Garden View Garden View呢 就是你一看出去 就可以看到 迪士尼的列車 然後還有 迪士尼Hotel 外面有一個花園 再過去就是迪士尼的城堡 好 接下來呢 來看看我們的 衛浴空間 然後這邊也有兩組洗臉的 它的那個牙刷啊 是唐老鴨的耶 裡面什麼都沒有 但是殼是唐老鴨的 那獎金額我期待了一下 還有一個鐵盒是不是也很漂亮 然後你想說它裡面有什麼對不對 化妝棉 然後我覺得至少這個很實用有沒有 漱口杯啊 它做的滿精緻的 我喜歡這個 這個我會帶回去 然後哇 它這裡還給了兩個 那個等一下泡澡的時候可以用的 入浴機 接著呢 好漂亮 有一個衛浴空間 我們是直接看到那個 迪士尼城堡的景 而且現在晚上有開燈 真的超美的 好漂亮喔 I'm home new world 然後晚上我們可以坐在這個地方 喝個小酒 酒不見了對不對 I'm home 我們晚上來那個launch bar 然後它晚上五點之後呢 就是可以 然後我們酒 真的 而且它的酒都滿有誠意的 就是是那種Cocktail調酒 而且滿濃的 不會是假酒 對然後還有威士忌啊 就是你要烈酒也有 然後Cocktail也有 啤酒也有 剛剛剛剛還問我們 到底是不是滿20歲 可能看我們那種行為很幼稚 只有一支來就點最濃的 你看它的那個攪拌包含西米奇 第二輪的酒 快點下掉 我們進去看秀了 晚上好漂亮喔 快點再入園 背面晚上好好玩喔 明天店 嗚 我們今天唯一玩的遊戲 就只有美女與野獸 我們今天唯一玩的遊戲就只有美女與野獸 好 pedal 好 快點 多可爱 Merci 兩個 一個 一個 卡 之前大家都說玩美女野獸會哭 我剛剛就哭了 你哭了喔 我哭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我剛剛是差一點哭 真的耶 我想說要哭了是想說 應該不會這麼瞎吧 我就忍住眼淚 歡迎我們城堡喔 歡迎光臨 哇 它會給一份日本的報紙 然後會給你很高級的 銀製的餐具 這盤子也是我 Hichemos 它的早餐就是很一般的美式早餐 你看有那個 Omurator蛋 像Seven的沙拉 還有很像Seven的水果 它附的麵包裡面 有這個米奇的圖案 好可愛喔 哇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點就是 Scrumble Eggs 嗨 好吃嗎 還好 好喝嗎 還好 因為我已經三年沒來日本了 然後我發現他們的Netflix 還有Disney Plus 有超多影片 像是我們原本要看獵人 結果呢 竟然在日本的Netflix上面 完全找不到獵人 然後還有台北女子圖鑑 我原本在台北也沒有追完 日本竟然 也不能看台北女子圖鑑 而且日本的網路真的沒有很好 就是我們現在是連那個 五星級飯店 Disney飯店裡面的WiFi 然後一直轉一直轉 每天都這樣 然後我用手機呢 把它切回台灣的VPN 就可以看到獵人了 連了那個SurfShot之後呢 就可以看了 所以呢 最近不是捷徑嗎 假如你有出國的打算的話 你真的要先把SurfShot下載好 因為SurfShot就是它可以解鎖 Disney Plus 還有Netflix之類的 出國的時候 你們應該還是會看劇吧 對不對 所以這種時候呢 就會非常非常的需要SurfShot 所以假如大家要下載SurfShot的話 可以用我的優惠碼 就是Ali Sasa 就可以享有17折的優惠 它還有三個月的免費試用期 所以大家不用怕說 你下載了之後會不習慣之類的 我會有用你的優惠碼 真的假的 那時候要看四組啊 四組不是在那個艾爾達圓可以看的 對啊 可是四組比賽過後還有很多小的比賽 比如說什麼 埃及聯賽 埃及聯賽 然後某個州的什麼大學聯賽盃 那你不要看那種 那個Lototh 那個 優惠啊 呵呵呵 负了多少錢 你多少啊 媽媽加 YA 我今天要帶這個 狗狗 這哪一部卡都有你知道嗎 這個 我今天帶的是這個加油見狗的 你看這個加油見狗的包包 啊這是什麼嘛 加油見狗差很多了 啊這是什麼 這101中狗啊 101中狗不是長這樣啊 牠們是很長的大狗 牠們不是這種幼犬好不好 她的小朋友啊 喔是喔 你怎麼知道 好 反正呢 我今天一整個打扮就是一個101中狗的路線 然後呢 因為我們已經住到第二天了嘛 不要吵 然後這個Vocation Package呢 它還有一些特點 只有我們買這個Vocation Package才有的東西 就它不是有一個爆米花券 結果我換爆米花的時候呢 它竟然給我們這麼可愛的袋子 後面還有一個可以給你放東西的地方 然後最上面還可以放獅子巾這樣抽 全部都是同一個系列 就是一個有穿管家制服的米奇 這個是限定版的 就是在外面 Disney Store都買不到 化繩也是同一個系列 然後我們剛剛還在抽屜裡面發現 有四張明信片可以帶回家 然後昨天那個票啊 我們不是有一大堆的那個免費通關 還有可以免費看秀 然後我們其實都沒有看到 要跟著那個時間有點太難了 你要先規劃 我們比較喜歡隨興 然後就 欸 現在想吃什麼就去吃什麼 因為其實我覺得是分兩派 有些人竟然就是隨意玩 那有一派是從早就開始排隊 住了這樣兩天一夜 感想是什麼 就有點像是 大型的女僕餐廳的感覺 就是他們都會穿著那一身 欸 有Cosplay的東西的衣服 幫你做 欸 這個這個 check in啊 很可愛 他們好像每個人都有一個角色的感覺 任何時候看到也都會超熱情 我覺得住這個飯店最好的地方 還是方便性啊 像我以前從來沒有玩過 迪士尼樂園的晚上 因為有時候玩到下午的時候 你就覺得 欸 我差不多該回東京了 而且你如果要從早上就來 然後一直玩到晚上九點 也會非常的累 可是呢 因為我們現在有住這個飯店 就是我們可以 中間回來休息一下 然後晚上繼續去玩 而且這個很重要 然後晚上我們去玩的時候 發現更好玩 對 晚上其實迪士尼更漂亮 另一個世界 我從來沒想到可以這樣玩 可是我覺得這間飯店 它其實 要說它那個服務是最頂級的 我覺得還好 像是它的水 就只有四瓶 你要另外叫的話還要錢 可是我目前去住過那麼多五星級飯店 一般來講水不夠都是會補充的 然後還有我覺得它晚上其實沒有到非常的好睡 樓上樓下的那個聲音蠻多的 尤其是半夜1點到2點之間 那個腳步聲中調 就是你感覺會很像在施工一樣 可是從我們的房間 都可以聽到外面那個遊樂園的聲音 小小聲的 蠻舒服的 要有那個氛圍感 所以是說品質沒有很好 但是很有帶入感 那我覺得住進來會有一種感覺 就像是 欸 原來也可以這樣 欸 這裡怎麼有米奇 它送進來每個東西都會讓你覺得 欸 原來可以拿這個喔 對啊 然後或是那爆米花就是一領 哇 原來長這樣子之類的 就是一個一個的驚喜會這樣一直來 所以總而言之呢 好玩的話100分 然後舒適度的話大概80分 我蠻推薦大家來住這個 Vocation Package 就是兩天一夜的這個迪士尼飯店 可是我會覺得不用住到我這個房型也可以 對 因為好像你住便宜的房型 也會有這些東西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就要去迪士尼C玩了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不開心 便宜的房子